简单的了解一下,咱们主要还是学习它的内容。 在学习这套勤力技术之前,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,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。 学功夫,我们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,防身自卫,保护自己,保护自己所爱的人。 做正义的事,做正能量的事情,不要想着去伤害别人。 毕竟是法律社会,做坏事会受到相应的惩罚,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黑洞事发手所用的技法分为踢、打、摔、拿、肘、洗。 动作要求快、准、蒙、狠。 学习内容主要是包括 1. 基础知识 2. 基本功练习 3. 套路练习 4. 拆解队练 5. 徒手格斗训练 首先是基础知识部分 基础知识呢,我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人体的腰害部位,以及重要的关节。 2. 基本功练习 基本功又包括 5. 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下它动作的应用,以及变招的应用,再有就是招式与招式之间如何转换应用。 5. 徒手对抗训练 5. 徒手对抗呢,首先一定要保证安全,提前做好,热身准备,根据技术水平,体重大小,配对进行训练。 5. 这套勤力技术呢,同样也适合普通人练习,经过反复不断的坚持练习,就会达到强身健体,防身自卫的效果。 5. 徒手对抗训练习